旅居在八里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 Hola 我们是游牧夫妻小丁和 小坎 我们在八里岛已经四个月了 很多人说这里的生活非常的梦幻 但说实话我们刚来的时候 对这里是有点失望的 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了这边生活的魅力 所以这个视频就让你大家 给我们体验一下 乌巴里岛乌布的生活 感受一下这个具有灵性疗愈 和树责民氛围的地方 视频最好我们也会分享一下 在这里我们旅居一个月的花销哦 现在早上就点二十 一会我要去上一节瑜伽课 我们现在在乌布特别知名的一个瑜伽馆 叫Yugabang 这里其实瑜伽馆特别多 但Yugabang是环境应该是最好最大 然后也适合工作吃饭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在他们这边的一个咖啡厅这边 然后我会吃点早饭 同时工作一会 我今天课上特别开心 我觉得你会很喜欢那个课 打理你比较 但它有很多的mantra 很多的唱颂 然后最后我们有很多的跳舞 特别的放松 然后我觉得整个身体都焕然一新的感觉 而且老师说了一个比喻 让我觉得很好的可以描述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他说如果你喜欢身心灵 这个方面那些练习或者体验的话 就整个屋部就像一个大的身心灵的buffet 就是自助餐 你可以选取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什么饮料啊 瑜伽啊 灵气啊 各种各样的 我们现在要去跟我们在秘鲁认识的一位朋友吃饭 好赌啊 我们今天吃饭的地方是一个buffet啊 都是素食的 每一小勺要5k就是2块钱的mubi 要吃多少就是自己拿 对 就是我们在秘鲁认识的保加利亚的朋友 Can ask how do you feel about Bali? Good You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very much Yeah it's extraordinary place I think It's magical Transformative Yeah really this is how I feel 成立呢就是还是会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要去偏郊外的瀑布啊 有水的地方偏自然的地方去玩一玩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很多泉水 然后本地人会在这边做仪式 朋友们真的太爽了 刚刚在水室里面冲了一下后 整个人就一天那种劳累都没了 非常冷我觉得还蛮冷 然后可以看到我头上这个东西 其实刚刚做这个本地仪式 这边人这种仪式感还是蛮强的 巴雷岛这边尤其是乌布 他们会有很多非常传统的仪式 然后本地人都会遵守这些仪式 我特别喜欢住在乌布的一点 就是它虽然是中心有点吵闹 那你骑个车五分钟十分钟 就能看到田野啊 丛林啊 瀑布啊 河流啊 就是一下子就能放松下来 非常的心旷神怡 吃完饭去 这一路好漂亮 好多这种米辣 这有人吃完吗 这个好像不错 好吃吗 那就在这吃吧 刚说要吃饭就遇到了一个餐厅 白岛这边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 然后餐厅也太多 所以我们经常在外面吃 虽然说在外面吃就是它价格不贵 感觉高低都有了 但是因为出去吃的太多 所以我们在这边旅居一个月一个月的饮食花销也还是不少的 差不多有三千多快四千块钱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一个预算 这就是我们在瀑布租住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小公寓啊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还挺明亮的 背后就是有浴缸的一个卫生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厨房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客厅 以及我们平常办公的地方 外面有个小阳台 差不多月租是两千七百块钱人民币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说实话不便宜 但是在现在的巴厘岛就是月租短租情况下 能住到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巴厘岛现在人真的越来越多了 当时都在建房子 我们这门口就是然后有点吵 所以我们今天一会儿出去工作 我现在正在我最求的那家可以工作的 它不一定叫做FLOCK 然后这里几乎就成为了我的御用办公室 我有时候不想在家里工作就会来这里 在乌布呢它除了有很多身心灵的人以外 也会有很多的数字游民 所以这边也会有一些 适合数字游民工作的咖啡厅 然后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所以我经常来这里 这个餐厅算是乌布的一个活动中心 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是满的 然后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有现场音乐的演出 在乌布可以找到非常多样的活动 因为这边除了外国人也很多 设计也很多 所以活动也很丰富 最后想分享一下我们对乌布的感受 我觉得乌布是挺给我一些惊喜的 就是它这边的自然 然后再让我联想到就是这边其实它真的很便利 好吃的也很多 然后也很方便 然后这里的服务的那个质量也很高 就巴厘岛人还是真的是比较nice 就比较友好的 然后我觉得是达到了一种自然和一种相对而言的城市生活的一种平衡吧 因为我们不喜欢生活的很大的城市 但这里其实很便利 然后自然又离得很近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住下这么久了之后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这边就是国际社群已经比较的成熟了 可以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 然后除此以外 当然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瑜伽嘛 所以来到这边对我来说就是太好了 因为现在外国人来的越来越多 所以它的物价也比原来贵了还蛮多了 但是所以它整体来说 它的一个套利空间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大概算了一下 我们这一个月在乌布的生活花家差不多是一万块钱 所以说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便宜 但是我觉得价比来说还是挺高的 不知道这期视频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呢 看完你想来巴奈岛旅居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哟 也欢迎给我们点赞评论 转发给你想要来巴奈岛旅居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